发现两位果花在毛料市场看货 一起看看有没有入眼的 那个自然结构 它根本略不产生什么瓜葛 就是天然形成的东西 太贵了要不起还是放回去吧 看看这只一镜棉的绿货 他妈的电筒不会亮 去看看自然光好了 你看像这一条手镯吧 它缺一点很明显 但它优点也是很明显 它的光感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的 而且花色是整个晕染开来 在手镯上 这种绿色是带一点点的 因为比较鲜的 白棉的话也是出在这种粉丝标志 做成一个圆条形 或者是正圈的一些条形的话 它棉感会更有意见 缺点的话就是说 会有一些小细纹 小平纹是会有的 杂质有一点点吧 粉会出来一点点 不一定 这个就是看太硬气了 整体我还是很喜欢的 这是黄皮 小花 然后樱冠度比较强的一种 没吧 对很好看 关度各方面都很好 等我下辈子有钱了 再来盘吧 看样子两位果花收获不错啊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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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走走都装起来了吗 必须装好 这里面可是一辆小轿车 那这四只就是今天两位果花的成果了 有没有翠油你喜欢的呢 在哪里见过你